可以維持像原本的打法 哇 尾巴 換啦 哇 你要說是不是兔會搞我們啊 倒不是啦 就只是單純最近我嘴一下Devon Book 所以導致於就是大家 其實事實上好像 不是這麼的開心啦 我也跟各位講過不好意思啦 我先講呢 John Wall肯定是不見的 這個也是非常符合現實啊 John Wall跟Eric Golden這兩個球員 絕對是不在修士頓火箭隊未來的計劃之中的 那各位講說我今天要不要做交易案 把這個Kell Connick還要過來呢 我自己最終是覺得說 算了 因為我太常做這件事情 導致於說這件事情本身已經沒有什麼驚喜感了 今天我想要以一個培養 Jeran鬼異的一個情境下去 做這次這個王朝切換的計案 NB2會惡意找不到弱斯 就是被陷留了 這沒辦法 關鍵字已經直接被鎖掉了 所以你打那個姿勢找不到我 往一個好處想 你們先打NBA2K22應該是能找得到我的 火箭隊選Jeran Green不向上換 這是相對起來比較正常的一個行為 就是他也沒必要一定要向上換 雖然他2號位已經有Kevin Porter 但是Kevin Porter也不是不能打到3號位你知道嗎 或者是他打控球後也是可以 因為他本身在控球方面表現的話也是不錯 他擁有了這個85平面的控球 所以他打控球後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Jeran Green本身他的天賦極高 但是你真的要說他有沒有比KK很強 這點事情我本身是覺得沒有 Jeran Green本身的話 尷尬的地方就是他的投籃不是這麼好 就是他轉換到NBA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有刺殺鳳雲的一個成績 所以我這邊自己覺得說 等一下如果真的把他要就是 在尋用的時候把他要回來的話 我也很開心你願意借我 但是我的買訂是一點流量都沒有 一點點都沒有 那個Grant Hill那支影片只有3000點閱 那個已經讓我心情差了好幾天了 原本以為大家都會去NCAA 沒有想到Jeran Green去了四發展聯盟 好Christian Wood肯定留的 因為他是什麼未來的一個 重點培養對象 談判跟教育這兩個東西 在NBA2K的遊戲裡面也是非常重要 商業然後球炭這兩個東西 效率起來比較沒那麼重要 第三順位的話應該是Mopoli 應該是沒什麼太多問題吧 第四順位是Kuminka 第五順位給Sox 這是我的想法 狀元應該無庸置疑是 抵隊或輪隊拿下KK 不是你知道不是啊 我這能不選嗎 就問你一個問題 我這能不選嗎 這什麼東西啊 我們現實一點嘛 我們現實一點 不是這就不合邏輯啊 我們在以不撩球員的情況下 好不好 直接換啦 不是 我們不撩球員啦 我們這樣子換正常換好不好 但我要跟他多要一個選喉拳 就 這是我的底線 好啦好啦好啦 正常啦正常啦 我們以正常邏輯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這麼那個 上次這個球星我記得他本身 成長性極低喔 對 Josh Giddy 我們上次要他來沒有太那個 他如果打到四到位我可以接受 真的 Josh Giddy 可以可以可以 六指八空後可以啊 還有Trainman Trainman我記得好像很常會成為 最阿星秀之類的 今年如果可以用Kell Rory過來 那我們挺賺的 只是我們可能要試著啦 我們要把John Ward這張超級毒藥 給弄一下吧 如果能換Dark's Garland 多舒服 你知道嗎 我們要以限時考量去想 他會願意來嗎 他氣都氣死了嗎 他會願意來嗎 這個能補強到這個點上喔 我覺得可以喔 真的可以耶 你就是以邏輯戰來說 這樣子真的可以耶 換褲子馬 然後加KCP 然後把John Ward換過去 只是這樣子的話 他們拿來的薪資留 留其他人 我們今天是要以試駕來說 符合邏輯的好不好 因為你不太可能 你還有辦法換到 更強的東西啦 對很現實啦 我先講就是 亂進胡倫隊會 不計一切代價 換來他們可能換得到的 例如說 假設啦 可能Kell Rory 可能Dark Rose Ross Westbrook 就是反正 能要任何一個 有可能 達到的控協會 他都會要 所以我覺得John Ward這邊過去 是很正常的行為 我們這個是 王朝修代記 我們不要以CP值的一個 講座去看 我們要以 合不合邏輯的情況下去看 這樣一換來之後的話 我們在資料上面 可以再多要一些 好的控協會 這是我邏輯的 202是布魯克蘭惟隊 布魯克蘭惟隊的選擇 我估計覺得 他可能 很難兌換成更好的東西啦 露丸基 古人隊在近幾年 應該會拚最後這幾年 他們在兩年之後的話 我覺得 LeBron James 我們就假設他退役了 Ethan Davis可能轉隊了 那這個選擇全是有用的 我們以這個邏輯上去換 各位是可以去理解的吧 像是Michael Conley 像是 Spencer Dan Whady 或者是Kell Rory 這些球員 如果Longer Bo能來的話 其實不錯 認真覺得Longer Bo能來很好欸 我們就假設Longer Bo 然後 配上 Kevin Porter Pincer Dan Whady 或是Longer Bo兩個選一個的話 我覺得要Longer Bo正常一點 因為Longer Bo本來就已經不在 T5隊的那個 時間軸裡面啦 Longer Bo應該一定會走 這邊1800萬 是合理的啦 保健隊是唯一爆價 是不是 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T5隊這個給用掉 因為T5隊不會想要他 就以防他又想要把他要回去 這個是不符合邏輯的事情 好Longer Bo要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薪資上 我們沒有必要再補風險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著重是在 新秀培養 多要了Kuzma 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風險了 補了兩個風險進來 我們沒有必要再要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會 多要4號位 John Collins也有可能會離開 就說實在是這樣 Olenick我覺得 他不會是符合我們球隊所需阿 我原本覺得 John Collins跟Trey Young兩個人 之間的那個矛盾已經 化不開了你知道 但後來又覺得說 好像又還可以了 就是大家已經很不爽了有沒有 但後來又覺得可以了這樣 Mark的應該不會是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 氣球裡面的防守實在是有點 破破的 找個能護匡的那就 Paul Millsap阿 這個就唯一解阿 他打到4號位喔 他當然可以變88平衡 這很強的 但不太會有人 讓這個 像他這樣的球員 去打到4號位阿 通常都是直接打5號位阿 我們把Dwell Howard要回來 似乎不錯阿 在籃下做護匡 那護匡好像退化耶 Android Drummond 1300萬 微尷尬耶 確實阿 我們要補護匡則是 沒有錯的事情 進去裡面的這個 護匡能力 不是那麼好喔 88Police可以要阿 但是我的理解上 88Police本身他也是 主打4號位的 專門在2個裡面 絕對沒問題 他護匡能力 在2個裡面絕對沒問題 然後我覺得 George Allen 不會到自由市場面 他會回到克里夫蘭騎士隊 我覺得他在克里夫蘭騎士隊 打得還行阿 Android Drummond應該是 現在 以護匡來說的話 最好的球員阿 但我確實覺得 Noel也是一個 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兩個選一個阿 我兩個選一個阿 Longzobo配 Jornnoel 這個其實 挺OK的 不合邏輯阿 XM他要這麼貴的喔 1400萬 你又沒什麼料 DJ Wilson應該會留下來阿 我的理解 DJ Wilson會留下來 好我把挪娃把先要回阿 其他我再考慮阿 XM他 能留嗎 真的我覺得 不太能留阿 挪娃把能500萬左右嗎 球隊會直接超出20個人 那我覺得他沒必要阿 我都忘記這件事情阿 我們有這麼多人的嗎 阿 對 Gordon可以交易了 但我建議他是 換選秀啦 我們沒什麼必要 再多要什麼 球員了 因為我們已經 仍滿為患 沒有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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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這種事情阿 你是神經病是不是 我們今天如果 以球團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決心是一定會想要換一些 巡遊拳進來 他能換巡遊拳的球隊的話 有哪些呢 恩 讓他重返剃圖隊是嗎 這麼狠的是嗎 可能接收別人不要的東西 然後去多換兩個巡遊拳 他換RQR太那個了吧 火箭都會換RQR嗎 我覺得不合邏輯 可哩湯神那個 你就當作沒看到 不可能啦 我們以實際上的邏輯來想的話 應該會是阿咪女那個 交易案比較有可能 換2023的這個巡遊拳 然後換三個二輪 今天我們是要玩 王草型外技 所以今天沒有這麼多神奇的東西 好不好 把他換掉啊 這樣只是合邏輯的阿 首先這件事情本身是單換 單換的話 可以直接把他再抓出去 阿咪女 可以回家喔 我們等於說就是用一個球星 白表很多巡遊拳 那這樣即轉 那這樣即轉 OK 你要說二號位太多人嗎 確實二號位太多人 我這邊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會先把他換成三號位 他只能換三號位阿 然後我會把Kuzma拉到四號位 因為我的邏輯原本就是 K1波的人會打回控球後位阿 今年就差不多這樣子啦 我雖然多空了一千多的星之惡度 但是有沒有必要這件事情 KCP可以交來 但是不是現在阿 可以考慮要不要交易 但是 我自己是覺得不會 DJ-AXYM交易的順位不會這麼高 好我們多嫖了這兩個選手權 這樣本身很賺 不是我主要是想說 我要有一個老將過來傳授經驗 要以傳授經驗的角度的話 那好吧 剩下這個就 無關現實與否啦 這個就單純只是傳授經驗用的而已 就是Dragic跟Isset Thomas兩個選一個的話 Isset Thomas的會上比較多 這組合有點鬼阿 然後K1波的去打控球後位阿 Lanzo波打控球後位 兩個打控球後位選一個的話 阿我一樣是讓他回二號位阿 但是J-AXYM可能要打到三號位喔 沒有阿很正常阿 Eric Golden他多少公分而已 他也是打到三號位阿 能吃是能吃阿 補補的邏輯阿 而且假設我們J-AXYM被火箭隊鬼選到了 再去要個Clay Thompson去壓他時數嘛 這個邏輯想想這招不可能 J-AXYM把他拉到 喔 前一隻A加 運動能力的話我給J-AXYM好了 我在最近的某支影片會講一些事情就是 運動能力是所有數數裡面加最多的 所以我們這邊把他加給J-AXYM是 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平常可以打五號位了 那為什麼K1波不能打到那個三號位呢 是不是合理多了 K1波打二號位可以 然後J-AXYM打三號位沒問題 風險越度越好阿 本身就是這樣 J-AXYM來跟我們矮湯學習一下 來巨人殺手 你四 三號位說你一定要巨人殺手 他本身是需要練控球的阿 因為這個球員本身 他控球後的分球其實不錯 只是他需要更多經驗 我們這邊稍微模擬一下吧 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對整個球團有沒有機會可以成長起來 J-AXYM主要練組織嗎 也不是不行阿 但是我想給他練進攻阿 二號位K1波打給他也是練進攻 當周波打的話喔 給他練防守好了 他組織進攻沒什麼問題 但他防守可以再更強一點 我會把他練成那個頂級防守者 他91平面的控球阿 沒必要在那個阿 他外防還行 但是可以再更高 我要讓他成為下個珠哈勒得阿 而且是更高版本的珠哈勒得阿 這是我對他的一個想法 團隊默契正常阿 我們這個球隊還要從團隊默契 上個賽季打成那個屌樣 都已經全聯盟墊底了 我們還有什麼默契 是不是 大家都場上就練兵阿 各打各打 你不要告訴我 我這樣一個球隊還能打上前幾名 不可能阿 你有個唏噓前 前六我已經偷笑了 喔 團隊默契起來了耶 好像還不錯阿 我們大概到2月2號 我們來看一下 K1波打已經 喔 長得不錯喔 長得掰掰胖胖的 J-AXYM上升好快喔 控球得85平分了耶 K1波打也上升了2點 我的那個控球了 然後GD呢 GD我看他下降了2點 心情上還行阿 你趕快給我下去 你不要再自己上來了 我覺得 喔 六碼主要問題不是雙槍阿 Broganton打得還不夠好嗎 哇 他有88平分了耶 好強好強 因為他畢竟也是大概25、26歲啦 對啊 他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不明其妙要被嚇給剃腹了 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就長這樣子了 喔能夠換個防守更好的 和樂而不為是不是 就是兩者防守之間差不多啦 對啊 因為我自己覺得換J.Croder更好啊 但這個符合邏輯嗎 我自己覺得 J.Croder的價值一定是大於這個Cowell Paul的 在這個裡面是等價的 我就不跟他多要求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已經賺到了 唉唷好香阿 龐龐龐龐龐龐龐阿 我們兩個控球會不會一個34歲一個33歲 我自己覺得還好 J.Croder31歲也還ok阿 我們最終沒有很老 說實在 我們讓Londop去守Steven Curry應該是守得住的 沒什麼大問題 就跟Green作為商號位來說的話 身材確實有點偏矮 手撕 再快一波 比腳 我以為這個速度有點快喔 不在對喔 我這邊應該可以被藍燈打 可以吧 因為Londop這邊被藍燈打 Steven Curry也是隨便打的 籃下 籃下 好扯喔 好強喔 等一下直接開分 可以 真的欸如果Londop去快點很好欸 年輕有活力又有那個 又有防守 而且是超級強化的防守 太扯了吧 哇 威士們籃下魚屈與球欸 隨便打的欸 外線這放太大空檔了 還是可以給一下的 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 等一下直接開分 我在想 褲子馬會不會適合火星隊的正行 如果真的要這樣講的話 抓到這個點可能會把我們砸爛 換防 哎呀好球 等一下一個上籃 進去裡面過來 好球 哇一個 檔才 直接把對方 放在地上欸 上籃 好球 卡到一個好位置啊 不防彈球可能沒辦法進 蛤如果 火箭隊真的長這樣子的話 太舒服了吧 再拔起 不講理 三分 直接開拔 認真欸這個陣容好讚喔 喔 凱瑞烏布雷真的去打替補了欸 這邊手爛 哇喔好球 欸第一我們常常還有天安坡的 可以上一下 上籃 OK 尊重鬼剛剛位置沒有站好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進去了 哇 尊重鬼你是不是今天在搞 你有點怪怪的喔你今天 長猜 等一下 欸要個犯規 欸 他能夠換誰嗎 我其實不太知道欸 哇 艾湯直接被過爛 我就褲子馬 走勢 必然的局 你知道嗎 完了 JeroNorale跟那個 就Crowder兩個人的那個 後面髮型好像喔 來來Ted 這邊就被打 打爛了 我打Steven Curry還不打爛 Norale跟那個 Crowder後面真的找你模樣了 該死 阿Dendinghouse 對啦 但他要主打二號位吧 二三號位 我覺得不行了 欸 艾湯我 一定要把你換下去 阿 要來衝他小 撞爛 過來 艾湯你下去 喝水啦 應該上來了啦 你幹嘛啦 艾湯真的被打點欸 我真的不行欸 公路能連霸嗎 很難阿 因為我講個難聽 也就是真的是減到便宜阿 我們就講個嘛 只要藍王對全員健康 還有什麼不好說的 中距離 球進 剛做過這中距離也是ok的 但最主要是我最近做過的那個 Sanases 來 他籃下至少在三秒鐘了啦 我是不想抓他而已 來 來 好球 哇 漂亮欸 他跑的那個位置很剛好 真的很剛好 唉唷 一個火鍋 抓爛 不行不行不行 馬騎 唉唷 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要是可愛正去熱火 可熱火可以 真的認真可以 可愛加軍發的這個組合怎麼想都是穩 就算可愛雷德本身 他可能 上進性沒有以前這麼的 這麼的多了 拿下Z過來 唉唷這條漂亮 手撕 唉唷好球 這球還打上去了 當作的部分 老麵不過兩個人之間的話 我比較看好誰 我自己覺得 他們兩個走的方向 注定會不同阿 他們走的路不同 原因是在於說 一個是專注於在防守啦 浪宗哥近幾年 雖然三個球還不錯阿 但最主要 他為人驚驚樂道 還是他在這個防守阿 Crimal Green 等一下切入 哇 這邊我已經看到了 但是似乎沒辦法守住這球阿 上來 唉唷這球沒有上進去 可惡 你要說換得到嗎 我自己覺得 抵推回代就不會給阿 但如果硬要的話是有機會的 例如說你把 Eric Golden阿 然後加二輪選用拳阿 加那個 第二十三孫還是第二十四孫會一起灌阿 那他肯定是給的阿 外線拉太多囉 上去 你外線拉太多了 等等你外線拉太多了 你就收不回來了 好 他這已經壓少了 真的沒辦法阿 Geric Golden是不是有病阿 哇直接 在人家 中場直接拔起來阿 兇得爆炸 哎唷 把球 哎呀 我練Rossel and Broke嗎 好像也不錯 再來個低角 球進 漂亮 直接開扁 哎呀 上去 不是阿 可惡是你的小手手怎麼過來阿 我覺得我們缺一個 好的控局後衛位阿 我跟褲子馬兩個人之間 搭起來 是不是真的有 當初無人隊那種感覺阿 這麼 這麼強的嗎 他會不會又走低角 他不會那麼扯吧 哇 直接撞爛 強 PoKarso年紀已經到了 他很難再 維持像原本的打法 哇 換啦 哇 Geric Green Duck on your face 哇 哇 沒抓到 哇他直接想復仇耶 只是我覺得 Cuzma確實應該還可以再更強 哇 好強好強 哇他轉身那一下 直接把我弄下來 我就算我直接把他交易掉 就算我本來就不在 火箭隊未來有可能存在的那個 陣型之中了 所以這邊把他交易掉已經正常了 換了 OK 哇這個角不漂亮阿 手到 阿阿好強 Geric Green本身 就是 他天花板 有可能會比Cade Cade還要再高 有可能 但是要是有一個好的球隊來培養他 我在想火箭隊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環境可以讓他培養成下一個Code 這個就是我不確定 可以看一看就是保底的那種 就是再怎麼樣都至少到你拿SSR 就無論如何最低最低都可以拿SSR 阿如果你真的要講 Geric Green的話 他就是可能讓你拿到SSSR 但也有可能讓你拿到SR 他在這中間巡迴阿 他速度好快喔 他突然速度好快喔 就是我說的 Geric Green他的上限很高 就只有得看 球團怎麼培養他 終極 抓板 好球 我剛剛最主要就是想說 拉兩個出來就是 斜坊我阿 一旦拉出來之後 我在籃下就隨便打 如果你們有對 Geric Green阿 或是Cade Cunningham的 這個 球員本身有什麼疑慮的話 都可以去看Tesca的影片阿 Cade Cunningham那支影片 45分鐘我真的看到 差很高潮阿 真的 超級好看 那已經是微電影等級的程度阿 真的 對啊 這就是我說的阿 就是如果你有辦法 就是把他培養好了吧 那當然是沒問題 我還要放網址喔 喔好阿 你還可以滑步 學長最戳就你好不好 真的是難受